来 来 来 少爷 咱们动手吧 客气的 秦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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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了客气点 没长耳朵 这是干什么呀 秦大娘 还钱的日子到了 林家到现在 都没有收到您的钱 所以从今天开始 您这间铺子 已经归玉城乡林家了 我们今天就这一点家业了 您收走了 我们家几个可怎么活呀 我收打呀 秦大娘 我们不是抢你的铺子 您要如果把欠的钱 都还给林家 我们不会为难您的 您现在又不还钱 又不让我们收铺子 您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啊 我没钱 我也不给你铺子 秦大娘 您不能不讲道理是不是 爹 从打有些不顺利 吴少爷 您这么收铺子 哪 哪年能收得回来呀 就是 吴少爷 从打还是心太软了 要不我下去了 您 也得让从打呀 历练历练 实在不行的话再说 看 给我看 走 随便 米洋 你怎么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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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我他们该你拼了 吴统达 你还在等什么 动手 是 师傅 我是什么 五花 你为什么要你了 我 你怎么能干 我 你怎么可能 也就是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宝祥 张宝祥 你出来说话 半年前你朝我借钱的时候 你当时跟我说 您尽管放心把钱借给我就是了 愿意以宝记成衣铺作为担保 所有风险你自己独立承担 万一到时候还不上钱 愿意以铺子抵债 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都是我说的 都是我说的 金大娘 你现在也知道哭了 你当时可是笑啊 你笑这钱生钱的买卖太好做了 丁二狗 当时不可一世啊 他以高额利息为诱饵 加清东街有多少家铺子 就是倾家荡产也参与了投资啊 这还不够啊 还要找我借钱继续投入 从头至尾 有哪一件事是和我林郑元有瓜葛的 有哪一笔钱不是你们主动朝我借的 我林郑元拿着各位签字画押的合同办事 这有什么错吗 林老爷 您大人有大量 发发慈悲 生意长生 慈悲是最大的魔鬼 我不给我的铺子 不 我不啊 我的铺子 好便宜啊 爹 巨龙绸妆补沧海那儿 今天的仗也到期了 要不要一顺手都给收回来 沧海的情况啊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 当年还是一块闯荡的小兄弟 爹啊 这十几间铺子里 数巨龙绸妆规模最大 如果要是不收他的话 其他的恐怕也不好办 这个我知道 爹 兄弟情意固然重要 但生意规矩才是根本的 好 好 好 老爷 瞧今天这阵势 您家是非要收入咱们的铺子 好 我倒要看看 心里能有多的能耐 就要是不收入咱们的铺子 我明白 他明白了 雅可 是不收到咱们的铺子 在这厨房里 你必须是不收到咱们的铺子 我必须是不收到咱们 我必须是不收到咱们的铺子 你未必须是不收到咱们的铺子 你必须是不收到咱们的铺子 郭老板 这是贵筹庄半年前 和郁昌祥林家签的借款合同 一千五百块大洋 期限是半年 逾期不还 以巨龙筹庄抵债 现在期限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我们如约来收破 请你让开吧 巨龙筹庄是我的命 你想要 我拿命来换 郭老板 你要是想打死我呢 现在就开枪 你要是不敢开枪 就马上给我滚 这铺子今天我们就要 不是跟你商量啊 今天就要 一三零五 进去 该走 这铺子 我就是一把火把这铺子烧了 我也不给你 好啊 我正打算这铺子收回来以后重建 你烧了省了我事了 烧吧 姓林大 你别逼人太深 我们 你们林家 干的这些事 不给我们活路 骗我们的铺子 我去报关 报关 我他妈还没报关呢 光天化日之下 你持枪行凶 走啊 走啊 别 别过来 走啊 你别动 你再逼我 我 我打死我自己 你信吗 我死在这门口 你信吗 那都是你们逼的 吴滩海啊 你他妈真是个无奈 我爹还对你心存仁慈 我跟你可没这交情 今天这东街上 谁的铺子收不收 我还不管了 巨龙绸装 今天我收定了 您三零五 是 把他这块贬过 摘下来 是 滚 谁敢过来 滚开 滚开 姓林的 林正元 你他妈的狼心狗肺啊 都在一条街上 这么多年了 您就非要这么 赶紧杀绝 今天 想收我的铺子 你做梦 谁想摘这块银 从我身上踩过去 我 死不我 是 死不我 是 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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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喊我名字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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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犯了 我犯了 他犯了 logistics 我不 啊 让开 让开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改天专门给你道歉啊 行走啦 来来来 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开箱了 站住 怎么又是你 我可特意回来给你道歉呢 顺便问一下 消息方明啊 把照片还给我 你还去过法国呢 把照片还给我 我可是冒着 掉脑里的封建 回来给你道歉呢 你怎么也得告诉我 你叫什么呢 把照片还给我 行行 给你给你给你 好 站住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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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主任 你走 人家林子先跑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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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二少爷真的不在家 您这是何必呢 你们家林老爷呢 大少爷呢 这家里一个管 大概没有 您家碰巧了 我们老爷和大少爷都出去了 您看啊 我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 你要多包啊你 回头知会你们林老爷一声 就说 他的二小子 捅了天大的娄子 回头让他把林子卿找到 带到大帅那儿认罪伏法 等我们老爷回来 我一个字不落的锯齿相告 好了 接着走去 是 周队长慢走啊 子清 子清 怎么办啊 他死定了 死 什么定了 咱跑跑 跑什么跑 你累了歇会儿 不能歇会儿 慧康 你还记不记得 黄兴将军说的话 哪句啊 就你最喜欢的那句啊 你把它写好了 挂在那个书房墙上那句 朝作书 目作书 九重 转刻胡为胡 头笔方为大丈夫 怎么了 对啊 这不是你的曾有名吗 是啊 但我们现在干的 就是头笔斗争的大丈夫呀 那也不能死啊 谁说要死 谁说要死了 还有啊你想想 咱现在出城 城门口站的 都是龙大帅的人 你去不得去自投浪网吗 今天晚上我回藏家 让我爹打我一顿 再给龙大队送点礼 这事就过去了 这难过去吗 放心 放心啊 进来 别喊 你们看到我娘了吗 娘咋了 我们家铺子被疯了 我娘绕跑到哪儿去了 都快急死了 被疯了 谁看的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爹指使的 吴冲达动的手 我 我爹和吴冲达 对啊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 我们家欠你们家钱吗 紫青 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 以后咱们什么都不是 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 回家我跟我爹说 把扑子还给你们完了吗 有什么的呀 那 那你们赶紧 帮我找我娘吧 走走走 紫青 紫青 你这是干吗呢 走啊 你怎么什么事都找你爹 这好使吗 好使走了快点 可王八蛋 就咱们这么点 干他妈的爹老子 啊 啊 你怎么做 有什么事 他不怎么得到 以及来咱的 给我 咱不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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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够黑的 大少爷 您知道上次那两千块现大洋 不是让老百姓都呛光了吗 这礼拜里咱们这回 得得得拿出四千块现大洋 还就坐地不救他 这个紫青啊 生性懒惰 疏于管教 每回闯的祸 不都是我花钱替他敲灾吗 他也倒好想开了 反正有我爹替我兜着呢 这回啊 还就让他彻底地尝一尝 闯了祸以后的苦衷 兴许啊 他就能幡然悔悟 重新做人 您说的这些都没错 可是龙大帅这回事 真的动怒了 万一他没搂住 子青有个三长两短 咱怎么办 就是啊 老爷 国府啊 你太不了解 龙大帅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他表面上是个军人 骨子里啊 是个奸商 无力不起澡 你说说看 他杀了子青 于他有什么好处 他顶多了 是把他关在笼子里 再暴打几顿 回头啊 遍体鳞伤地朝咱们额前 咱们这回要是答应他 下一回啊 那就不是四千块钱了 咱们战胜 还有四千块钱吗 咱们那些陷钱都借给那些散户 第二口一跑 没人还咱们钱 是 这不正收他铺子吗 可是铺子收上来 也不当现银用 那你们说说 都这会儿工夫来 该怎么办 就是咱再没钱 咱也得想折呀 要是把二少爷抓去了 就算是保利一条命 那万一要是 缺个胳膊手腿 那可就不好说了 这么着点 我现在就去横面前庄 把咱们收他铺子的契约 再抵押给他 让他放四千块现大洋给咱 以备不时之需 行了 就照国府说的办 你俩点人等着啊 我去看看 我烂没有 千万别乱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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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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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ner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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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吧 附老板 老金 这事我也知道 那林正言一天之内 竟强收了十七千铺子 附老板下午来找我 他跟我说 他有一个很好的主意 说这一夜之内 能让郁昌祥临家彻底完蛋 我估摸着 金老板您也会感兴趣的 一夜之间 能让老林彻底完蛋 你有这能耐 我知道 跟你们几位比起来呢 我就是一个小角色 现在呢 更是个废 所以说我的铺子 让林正言收了 那没什么 真没什么 可是郁昌祥的 一气收了这么多家铺子 这林正言的胃口 它也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 普龙 那下边就应该是 您梁王金家 和这传老大王家了 是吧 我今天来呢 就是看看 咱们是不是在一条线里 这些废话不用你说 你就说说 你有什么法子 要做的事 我来就行 您两位要做的 更容易 你就直说吧 让我们干什么 吃饭 吃饭 我就想让两位 好好地请陈县长吃顿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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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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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能把人哭回来 还是能把铺子哭回来 我们一砖一瓦 我们辛辛苦苦 流血流汗经营的铺子 怎么一天就都归别人了 不是因为跟丁二狗贷款 糊涂 我们是跟丁二狗贷款 我们都跟丁二狗贷款 可是你想想 丁老板生意做得好好的 他怎么就跑了 发发发发发 你再好好想想 林正元为什么借给我们钱 丁老板那利息给得多高啊 他直接把钱放在那儿 他不是赚得更多 他为什么借给你钱 蒲老板 那你的意思是 林老板和丁老板 说出来 他们俩 他就是一伙儿的 什么是一伙儿的 是伙儿的 丁二狗高熙利诱 林正元慷慨借贷 让我们拿铺子做抵押 然后呢 丁二狗贴款潜逃 林正元名正言顺的 就把我们的铺子 全都收走了 这都是林正元一手策划的 他的目的 就是躲我们的铺子 他要这整个东街 都是他林家的 都是他与长强林家的 对 大伙儿非非的 老林比第二个还要坏 居然是老林他走这些强 都没有人 是老林 都没有人 和我书子 优先给你 我看了 我看你 我看他 这一项 你 他就不想 他就大 就不想 他就不想 他就不想 感谢观看 5倍 stumbled 3倍 根本不住 3倍 爹 你看勤了 你别听他们的 爹 别听他们的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而来 现在听好了 放了林子清 然后你们呢 都给我滚回去 这件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林老板 刚才我还得奇怪呢 一群小伤小户 生斗小民 敢访我林正元的儿子 原来根在这儿呢 这出烂戏 是你折腾出来的 没错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但凡有办法 我们也不上这儿来 我们今天来讨回公道 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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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丁二狗狼狈为奸 放屑一切 胡沧海 你说我爹跟丁二狗勾结 你有什么证据吗 大哥 你问得对 你问得好 那不当爱你说呀 你有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 你们郁昌祥的所作所为 就是证据 都是街坊邻居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不光收我们的铺子 现在还逼出了人命 金大娘的姓名就是证据 对 对 对 证据 证据 他就还血债 等还血债 等还血债 对 还我们铺子 不还我们就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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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安 去 把人都给我集中起来 抢家伙 快去快去 抢 抢 抢 你从后门出去 找见陈县长 让他派保安队来 赶走这些报名 师傅 我在家还能护着您 是不是派别人去吧 你去吧 这儿有我呢 对 大帅 快快快快 快去 从后门走 快 你走 你快点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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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紫青救 爹 咱派多少人出去 都是排送死 您冷静点 别着急 现在紫青 只是被那难民绑着 没把他怎么着 等冲开带着 现房行大队一赶到 这事就 马上化解 陆先生 您稍等上课 我进去通病 县长 玉长祥林家 总账房吴崇达 吴先生求见 县长 宇昌祥林家的总账房 吴崇达 吴先生求见 让他进来吧 再喝一杯 先生 您先去 好嘞 这杯酒怎么喝 您说 您说怎么喝 喝酒呗 好啊 那怎么浇 县长大人 林家被刁民围攻 刑事十分危急 恳请大人派保安大队前往池园 孙秘书 他就是那个 在下吴崇达 林家总账房 吴掌柜是吧 刚才你说什么 林家刑事危急 恳请大人派保安大队前往池园 有这种事情啊 大人 千真万确 哦 孙秘书啊 吴掌柜的话听到了吧 赶紧通知保安大队 让他们加盖人手 好 吴掌柜 回去转告林老爷 他的事情我陈某人 责无旁贷 送客 多谢大人 来来来来来 先生 喝酒 喝酒 来来来来来 多谢了啊 哪里哪里 你说什么 金万臣跟王荣昌这会儿功夫 都在陈县长身边 都在 林家遭了这么大的难 他们二位要请陈县长喝酒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干什么 陈县长到底给你个通败话没有 保安大队到底是来不来 陈县长答应得非常痛快 说保安大队马上就过来 这就好 这就好了 我看哪 没那么简单 保安大队来人啊 老爷 老温子 是 是保安大队来的吗 是保安大队 那快点把门开开啊 老爷不能开门哪 那为什么呀 只来两个人 俩人 我们县长大人说了 他老人家一向爱民如此 绝不会因为民众之间发生的摩擦 就动用我们保安大队的 所以呢 还希望林老板能和各位相亲父老们守望相助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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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县长啊 我瞅着你啊 是要看着我们死 好 好 好 还有啊 昨天 欲苍翔林家到县府 要控告殴打良善百姓的重犯 金老虎 后来请我们县长大人亲自明察 金老虎奉公守法 和睦百姓 绝无林杰控告之恶行 所以县长差我带金老虎到这儿 就地释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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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大人 好的 各位 该干吗 干吗 干吗 到辞了 加油 县长大人亲自明察 加油 县长大人亲自明察 哥 你没事吧 哥 娘怎么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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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样的杀了你 李三强 李三强 杀了你 哥 这也是 你禁开 她的事情 你禁开 我杀了她 你禁开 杀了 杀了你禁开 哥 跟他没关系 你给我禁开 晓晓 你他妈等我一会儿回来 救救你 你救救我 爹 还不救你 老爷 门块顶不住了 快想办法 师父 老爷 是 快点使劲 国府 你快去 找龙大帅颁救兵 爹 这恐怕不妥吧 子清刚刚得罪了龙大帅 再说了 龙大帅是陈县长的下属 老陈已经表态不来了 他恐怕也不敢贸然行事吧 国府呀 你说的都没有错 这会儿功夫的能够救林 你觉得我家里没有尽力 你会儿 我家里的 最后 你不想要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 你不想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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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林子卿 今天的劫难要是过去了 你小子还活着 你得记着 你的仇人是古沧海和陈县长 这些个邻里百姓 他们受到苦惑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一个不许动 爹 爹 我听见了 终于是古沧海 终于是陈县长 爹 儿子记住了 儿子记住了 爹 爹 快点 拿水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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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盆拿过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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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爹 爹 谁敢靠命 干啥无论 爹 爹 林老板 大帅的意思 你只认几个守贩之人 我带回去 剩下的人都交给你 要杀要寡 只要能出了这口恶心 喜庭尊便 我林某人 为伤多年 历来是诚实守信 问心无愧 这一回虽然很绝 但绝不是不尽人情 你们说说看 嘉青在东街上 这十七间铺子 我该不该收回来 我该不该收回来 错在谁呀 错在你们 贪心不足啊 再者说了 铺子虽然收归我林家 你们这十七间铺子 你们这十七间铺子 原先的掌柜子和伙计 愿意在我林家接茬干的 还可以接茬干呢 原来干嘛的 还接着干嘛呀 就是找吴重达 签个字画个鸭 工钱 只多不会少 你们跟我林家 那都是街坊邻居 你们就这么恨我 要烧了林宅 烧死我们全家 算了 这件事情啊 我不会深究 至于说个别带头的 是 姓林的 别在这儿假仁假义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要杀要寡 习听尊便 反正已经死了一个金大娘 你也不在乎多死一个 来吧 行了吧老小子 已经死了个金大娘了 我不想再收你这个孬种 快滚吧 你别后悔 走 走 爹 怎么了 爹 爹 爹 咱们不喝了啊 你给我啊 咱们不喝酒了啊 走 走开 滚 都滚 都滚 我要跟姓林的同归于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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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喝酒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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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子没有了 你还有我 咱们重新开始啊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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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酒给给我 爹 你看 你看 爹 那个就是巨龙轴轴轴 那是你丢一辈子的心血 那是你丢一辈子的心血 就剩这些了 就这些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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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设我的命 拿走了 都拿走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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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 我们家有今天 都是林家害的 我们跟林家独共戴天 记住了 我们跟林家独共戴天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谁给你的 半个林家的产业 你怎么不说 把整个的都给他呀 爹 而无能 当时情势危急 这龙大帅 怎么着也不肯伸手援助 万般无奈 而只有出此下策 爹 大哥做得没错啊 咱要是连命都没了 要能够家产有什么用啊 你闭嘴 在这屋里啊 最没脸开口说话的 就是你 天意 这真是天意呀 子卿 你回头啊 找事后衣裳换上 跟着我 去见龙大帅 爹 我能不能 都跟你一起去啊 你去也得去 你不去也得去 这一关哪 你早晚是要过的 来 这 merry 来 不怕 有准心 那我 都对了 清楚谁 是啊 不知道 哪有准心 oglobin 你知道吗 送你出去 师父就没打算 你把旧兵带回来 没打算 那爹什么意思啊 国府啊 你根本不了解 你父亲的心意 送你出去 是为了让你跟子清 都留在外头 能好好地活下去 爹让我去找龙大帅 就是找借口让我出去 德雅 他不这么说 你会去吗 那个时候 老爷子已经抱定了 必死的决心 况且 他根本没指望龙大帅 会派兵来救我们 但是爹也没有想到 我愿意用半个林家的家产 换全家老少的性命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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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林老爷子带着林子清 给您赔罪来呢 把那个小黄的带 拿一下先打一百千块 是 龙大帅 是 使不得呀 周 周队长 周队长 周队 走 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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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林子清叫我撕住 一百千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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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队长 就是打死你 你小子 你得给我咬牙似的 走 走 一 二 三 来 三 四 五 六 林老板啊 对对对 人怎么来了 不做呢 救命 林老板 快撤 救命 龙大帅 您瞅瞅 半个林家都在这儿呢 犬子犯下滔天罪行啊 您大恩大德 大仁大量 走 走 走 快起来 快起来 九十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好啊 老周啊 停了吗 是 谢谢 谢谢龙大帅 谢谢龙大帅 停了 带你来 好啊 龙大帅 大恩不言谢呀 您家老小 还能有命活着 权杖着大帅的 大恩大德呀 行了 不用多说了 老林呢 你也知道 我龙某呢 一向是恩怨分明 今天我救不救你 你儿子气不气我 我早忘了 我告诉你 这钱我会好好用 过不了多久 这嘉青 可就要换个人说话了 到时我可忘不了 你这个老朋友啊 是 老朋友 林某人哪 受捅若惊 再次感谢您 宽恕全子之恩 告辞了 再次感谢您 紫清 紫清 进来 进来 盗着吧 弟爷 回去 你回去 你回去吧 他这 posting 你还记得过 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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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west 是龙大帅的队伍 和陈县长的保安大队干起来的 这龙大帅花重金买通了 上边的靠山 借着咱们家被围这事 放出话来 说父母官不保护一方人民 要他何用 说这个县城应该归他管 那陈县长哪干呢 这不两下子就干起来了 这次性贡政 这次性贡政的一定是凶多吉少 别 别 别 帮你帮张的这 陈 陈 陈县长 陈县长怎么了 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清楚了 死了 龙大帅 一枪给他毙了 陈县长死了 好事啊 死的好 死的好 是啊 老爷 这回这事应该过去了吧 你们都没看见 在县城府门口 那是尸横遍野啊 这明白了 就是这龙大帅 要 要那真 不是 我说这个事 我还没说完呢我真的 爹 我眼下有个想法 你 你 你说吧 我想 把我和钱家大小姐的婚事 提前到这个月给办了 婚事 婚约是定在明年 但是我想跟钱家沟通一下 把我们俩的婚事提前给办了 国府 现在林家正在遭难 正在遭遇风雨 你不想着重振旗鼓 你不想着历经厨制 没错 爹说得对 外面正打仗呢 你还想着结婚的事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跟那钱的小姐 搞出什么事的人讹上你了吧 需不想弟弟出马帮你评评事 闭嘴 爹啊 就是为了让林家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才想提前把这种婚事给办了 爹 对 半个林家是我给交出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这心里实际上是不甘心的 所以我想 以最快的速度 亲手把半个林家再给转回来 说得好 郭富 自己丢的 就一定自己拿回来 对 说得好 不是我说 吴重达 到这时候你怎么老欠我话呀 夸大哥那是我的特权 是吧 大哥 你要把半个林家转回来 跟老前家联姻 这就是你的计划 跟钱家联姻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我主要是想利用 钱家在资金上的实力 你是怎么个想法 说说具体点 郁昌祥私行 巨龙绸庄 把林家最大的两个买卖 统一经营 统一调配 爹 您想过没有 巨龙绸庄 是咱们县里最大的抽端庄 在他的下边 还有几十间知仇的作坊 如果咱们把这些作坊 全让他姓了林 统一用郁昌祥的生司 您说这生意能小吗 咱们林家就能在 生产和销售上统一资源 师父 这样下来用不了几年 成为中原地区的私业老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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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说得都好 我替爹先夸夸你们 那林家两大买卖 私业跟绸庄 合着都归了你一人管了 爹 应该说统一管理更准确性 统一管理 统一经营 就像滚雪球一样 只要我们的核心足够强大 就能够带动那些小作坊 让他们一起共同发展 共同壮大 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 我就把半个林家给您挣回来了 您觉得呢 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啊 就是不鼓掌也得有个态度吧 大哥说得多好啊 郭府啊 爹 你说得好 你的想法啊有远见有气魄 我看这个月就把婚事办了 我到老钱家亲自去说 至于私业跟绸庄的统一管理 你再考虑考虑 等跟钱家联姻以后 我们再具体商量 好 爹 大哥 怎么听到最后 合着您就是 把这婚给提前结了 去 出去玩去吧 去去去去 郭府啊 你以后啊 还得好好地带着他 行行 爹 行了 行了 我知道 我滚 我滚 我看着打仗去了 通宝叔 来 请 通宝叔啊 您在这儿先坐一会儿 我去叫爹 来来来 给通宝叔倒茶 您坐啊 通宝叔好 您慢用 我没听错吧 您没听错 爹 我是真心的 想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意 那铺面哪家啊 反正刚开始干 难度不能太大 金家酒坊不测 金家酒坊 没错 可 子清 爹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一向不是讨厌做生意吧 怎么一下又想明白了呢 之前没想明白 就那天 那天生死关头的 就想明白了 说得好 生死关头 人到了生死关头 往往会幡然悔悟 回归本性的 若是回归了本性 那正是生意之道 好 你 你起个 我起个 你瞅着啊 你瞅着 你起来了 这个是什么 鱼啊 鱼 你再看看 这是什么 就是鱼啊 子清 我要跟你说的正是这个 这就是生意之道 看见没有 这是鱼吃鱼 收的所有的那些个铺子 都是鱼 小铺子是小鱼 大铺子是大鱼 小鱼早晚有一天 会被大鱼吃掉 所以 所以子清 人要活着 光想着做鱼不行 还要去做 更大的鱼 所以爹 你就不停地收铺子 不停地鱼吃鱼 是 你以为我收的那些个铺子 只是一间铺子那么简单吗 就拿巨龙酬装说吧 在它的身后啊 有几十家支酬啊 为它提供上游还有十几家 保证它的流通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收了巨龙酬装 就等于是收了整个的产业 所以 早晚有一天 等我把这些铺面都收齐了 咱们林家 那又回到了 家庭那条真正的大鱼 不过 到时候啊 要靠你去继承祖业 我 继承祖业 不是不是 你笑什么呀 你怎么就不能继承祖业呢 不是 爹 有我大哥在那儿 哪儿轮得着我继承祖业啊 废话 我跟你说的半天就是为这个 李大哥 他已经把林家的产业 送出去一半了 爹 大哥把财产的一半给龙大栓 那是 那是情势所逼你 这不能算数啊这个 我跟你说的这么半天 你怎么就不明白这儿 家里的事我是不管的 可这人我还是能看明白的啊 你看 大哥是资质能力 还是办事的魄力 那都是我比不了的 你把家产继承给他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跟你说啊 继承家产这事儿 你可别指着我 我有间小铺子就行了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要办呢 给我滚蛋 你看你看 说两句就就 就生气 你说那我都听明白了 不就是 大鱼吃小鱼的道理吗 这么着 我呀 待会儿把大哥给你叫来 你呢 把这道理再给他讲一遍 他听了肯定比我有用 你滚蛋 行行行行 滚蛋 滚蛋 别生气啊 别生气 我把那个李百熙再请来 他说这个洋药片好使 老爷 您就试试又何妨啊 那洋外人有什么好事啊 白花花的片子 不是披霜做的才怪呢 吃了能 能不死人吗 来啊 您滚了 老爷 老爷让我冲动 不是让我建议呢 对 建议来出一起 真老经的 林老爷 通宝兄弟 你怎么来了 我都来了几个时辰了 你来 这 这 什么也不让下人通病一下子 我 你去 让后厨啊 做 做俩菜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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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炒几个好菜 我要跟老通宝啊 好好地喝 喝两桌 喝两桌 林老爷 林老爷 我这土看了哪敢跟您喝酒啊 我来啊 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您禀报的 什么事 一会儿酒桌上不能锁呀 再等就来不及了 那金万臣 金老爷 要买林家的一百亩地 就在今天再过几个时辰 买卖合同就要签了 金万臣 要买咱们一百亩地 那中粮是干什么吃的呢 卖地的就是中粮少爷啊 大老爷 老何 这干嘛去呀急急忙忙的 老爷让我赶紧把二少爷 和吴三掌柜的找回来 说有要事商量的 老爷没说叫我去啊 你我亲自统治 爹 跟我来吧 书房里头回话 林忠良啊 我是让他呀 在小唐看着老宅子 他可倒好 做起太上皇内了 去了六房仪太阳 这个月还居然出起鸦片燕来 照这么说 不卖地还真不行 爹 您刚才说他们下午就签卖地的额同 那咱们得赶紧去一趟啊 老安已经在路上了 那就好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吗 老通宝到府上来通告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通宝叔来找您的这个事 爹 儿给忘得一干二净 爹 这事怨我 怨我 爹 儿知错了 儿知错 你小子 是不是 要和金万诚一起 谋我林正元的弟 爹 爹 爹 儿不敢哪 儿可不敢哪 爹儿可不敢哪 爹 爹啊 儿不敢 二少爷您可吓死我了 通宝叔 跟着干吗呢 二少爷 你来得正好 你赶紧进屋去劝劝老爷 别再骂大少爷了 村里的事不是他的错 村里的事 我爹骂我大哥干吗呀 一会儿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另外 你见了大少爷跟他说 我在老爷面前 没说的坏话 都是老爷逼我说的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心肠好 你可得帮帮我啊 行行行 听明白了 就是说让我 劝劝我爹跟我大哥 是吧 放心 就是他们不听你的 有我在 没人敢动你 踏踏实实了 还有什么 一会儿 我有的 你帮我 跟着提招人 转告我 我看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